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你先睡一觉吧 你这做好梦呢 作词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点没有啊 好多了 谢谢你拿药给我 我就是过来给你告个别 我要跟英豪去救昆子了 你们两个去救 救你们俩 二九一咋了 够了 我觉得 你们还是不要太着急了 我怕你们不但救不了昆子 还会殃及到自己 殃及自己咋了 那昆子是兄弟 这还前怕狼后怕虎的 回头昆子死在他们手里杂争 昆子是得救 但是我觉得 怎么也得有一个周密的计划才行吧 啥计划呀 你别想太多了 你都伤成这样了 我就是给你告个别 这次这事不也赖我吗 反正你这恩情 我童晓风也记着了 万一要是没命回来 我下辈子还 童晓风 你们能不能再等一等 盈昊不想等 他不等我就不等 他要去干我就去干 反正我童晓风为了他 上刀山下火海死也不怕 你还有啥话想要说的没 晓风 盈昊在不在 你能把我叫他一下吗 不能 那 他不在 我在 来 童小凤 谁跟你说我带你一块儿去的 昨天晚上啊 昨天晚上咱俩在一块儿 是有你说的呀 咋的了 还想拉让咋的 你是不是喝多了 没错 以后记住了 喝酒说的话不算数 再说这是我自己的事 和你没关系 这事你休想耍赖 我童小凤说啥就是啥 说去就去 谁也别拦我 盈昊 真的要去救昆子吗 如雪 对不起 我必须得去 昆子是我兄弟 我不能再等了 我不知道这些日子 他在里面受了多少苦 你放心 我答应你 我肯定回来 我还得带你游山玩水呢 我不在这段日子 好好照顾自己 等着我 解决 后来 一毫哥 要说这昆子叛变 我们也不相信 但是这确实是我和土豆亲眼看见的 不行就回来 别逞强 实在不行 咱们再想其他办法 看见也不一定是真的 他是我兄弟我了解 他永远不会叛变 那如果他真的叛变了呢 那我就一枪打死他 哥 哥 哥 如雪 身体好点了吗 好多了 哥 你真的相信鲲子会叛变吗 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事情 现在呢 事情不明 我不能擅自行动啊 我不相信鲲子会叛变 如果鲲子真的叛变了 鬼子早就磨上来了 这个我知道 不过啊 现在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鬼子磨上来 我们整个小分队都无法脱身 不过如雪啊你也放心 救鲲子的事情我不会不管的 我不管他 不怕 你不怕 你快要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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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你把我绑成这样 我爹非带着骨头扇的兄弟 剥了你的皮 抽了你的筋不可 这话你可以等陆云豪来 再跟他说也不迟 啥 陆云豪 你 你绑了我就是为了引他呀 你就别做梦了吧 陆云豪他是傻子 能上你这个当 他一定会来的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卑鄙的人 你赶紧给我松开 你卑鄙无耻 你个浑蛋 我告诉你 这个中国啊 我知道把你赶出去 你少得是嚣张 干吗呀你 公母 救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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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实在是太慢了 一点都不像是福农之军事学院出来的学生 你就是松本的 你还知道福农之军事学院 看来咱们是老朋友啊 我可是你的学长 难怪 你把我叫到这儿来 不会是为了跟我套劲物吧 把你叫到这儿来 我是想来跟你决斗的 决斗 行啊 决斗咱就一对一的来 把那个女人给放了 我记得咱军校可没交过决斗之前 还要绑个女人的 决斗总是需要裁判 就让她来做个见证吧 你可真是军校的败类 这个败类好像是你吧 你还记得学校那年的枪击大赛吗 你把子弹削尖了作弊 赢得本该属于我的荣誉 上次你又在安太医院 自杀十天小姐 你又来这一趟 这个败类不是你 难道还有别人吗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松本 行 今天我就再给你一个机会 证明一下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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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赔 我 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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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二期工程随后就开 开工程就需要钱 如果各位能把自己的工资作为投资 投资到二期工程里面的话 我可以保证 二期工程结束 大家的薪金至少能翻五倍 如果你们把钱投进去以后 你们也就成了二期工程的老板 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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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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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排好队 来 大家听点话 排好队 别起 便起 来 下一个 大宗盛 白先生真是智慧超学啊 竟然用这样的办法 轻而易举地让白花花的大洋 悄悄地进入你的口袋里 君子爱采取之有道 仓库公期的事情弄得怎么样了 一切都严格按照公期进行 您就放心 白先生办事我当然是放心 上次要不是白先生提供了准确的消息 我们怎么能够抓住共党的要贩 过好坤呢 所以像白先生这样忠实地合作伙伴 我们大日本帝国 绝对不会亏待你 哪里哪里 列进绵薄之力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就是要我们共荣共存 有钱大家一起赚 所以白先生自然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不过 凡是对大东亚共荣圈有不良的举动 都是对天皇陛下的不敬 即使是合作伙伴 也有可能成为死敌 白先生 你懂我的意思吗 金山明白 白先生误会了 我说的是陆英豪 陆英豪 他躲在哪儿我真不知道 如果知道一定第一时间相告 上车去白家药店 你勇佑 他是一种 陆英豪 在哪里 就说这地区 他躲在哪里 在哪里 都坐在哪里 我已经睡了 他躲在这儿 一层 救命时 他躲在哪里 一层 你救命时 好好 别打了 少爷 少爷 怎么回事啊 他 他们大人 少爷 少爷 大错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白管家 据我的士兵报告 昨天有个姑娘非常可疑 她从你们康德药店里 拿了一个包裹出来 她不但拒绝皇军的检查 并且还打晕了大日本皇军逃跑了 你还记得这个女人吗 蔡君啊 我是真不记得了 你说这药店一天来来回回 这几十号人 我哪知道谁是谁呀 真的不知道 对啊 大错 你说我们药铺做的是开门买卖 这人进进出出这么多 我们总不能一个个 问人家姓甚名谁吧 这也不合规矩啊 这也不合规矩啊 抗军硝烟药 停楼速食和 退烧药五个 安通定六个 针头六指 这么多东西 白管家不会记不起来了吧 行官 你老老实实说啊 大佐是不会为难你的 是这么回事 昨天晚上 我在后面点货的时候 进来一个贼 他把药给偷走了 我怕少爷骂我 我就把它写在内部损号里了 我的确不知道是谁偷走的 蔡军 闻嘆 你分明是跟共产党串通一气 还叫你来 我冤枉啊 我的确不知道是谁偷的 内部损号 老板一定会知道 白先生 药铺的账目一直由你太太管着 我们一起去问问你太太如何 我 大佐阁下 我太太有孕在身不便惊扰 有什么问题 我愿意带她回答 白先生 我一向信任你 可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没有 绝对没有 大佐 我对您和皇军 是绝对的忠心耿耿 忠心耿耿 你一面提供昆泽的线索 你一面提供昆泽的线索 一面暗中把药品交给康连 这就是你对大日本皇军的忠心吗 拿药的那个女的叫童小凤 她是个女土匪 不是共产党 她呢 是因为喜欢陆英豪 天天围着她转 她是陆英豪的女人 陆英豪是大少爷 怎么能看上一个土匪婆子呢 是那个女人一厢情愿的 怎么能找到这个童小凤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她家在胡头山 大佐 据我所知 胡头山的搭档家的 的确姓童 您看 白金山 我最后再相信你一次 希望你不会再让我失望 我们走 你又和乃爷搅过去了 你还好意思说我 还不都是你惹的祸 我怎么了 就因为你把那药给童小凤了 南野现在找上门来了 席贵已经被打伤了 要不是我拦着 他还要找你兴师问罪呢 童小凤拿药的事 是你说出去的 不说怎么办 你说咱能躲得过去吗 那南野抓童小凤 英豪是否有危险 你呀 还想着你那宝贝弟弟呢 我跟你说 英豪就是个惹是惊 谁沾上他 谁没好瞎掌 金山 听说昆子被抓了 是不是你说出去的 你知不知道 现在日本人把全城的药店 都给监视起来了 一旦发现可疑的人 二话不说 上去就抓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 那童小凤没事吧 他要是有事 英豪岂不是就有危险 准备 通通脑子吧 他们要是能找到童小凤 还到咱们家折腾什么呢 那英豪就是安全了 快点来 老实点 你还跟我呜呜 你呜呜啥 呜呜啥 你塞我嘴的时候 你咋不相信你现在呢 后面鬼子追得紧 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 那要不咱回虎头山 那不行 虎头山好歹 还有一帮兄弟呢 要是打起来 还有人照应 虎头山不行 不能给你爹添麻烦 再说把鬼子引过去 虎头山也保不住 那 那回抗连吧 抗连更不行了 如雪刚受了伤 再把她带回去 不是雪上加霜吗 那这也不让去 那也不让去 那你说咋整 那你还不服啊你 你狗日的你 我认为你 写得了吗 我认为了 那女的 冬山 的 我认为说了 现在就是空子 如果他们不想让人发动 我们永远 尤其是存在 那当时尋询官的区别 我们就不想要脱衣服 喂 喂 好 知道了 大佐 通常被人打了 你打了一場 你怎麼這麼早就打了 我還想要再多一點 但 不像是不強力的 我還想要不強的 我還想要不強 我還想要不強的 我還想要不強的 这种味道 先生 有什么需要吗 约雅间吗 您是要朝南的还是朝北的 我需要一间中间的 有 跟我来吧 就这样把月饼一下 这还把月饼一下 同事 可找到你们了 来 坐下说 好 自从老张牺牲之后 我们就一直没敢跟你们联络 就是担心敌人 会毁掉我们的地下组织 我是联络员老邸 是老张的下陷 自从老张牺牲以后 这里的情报根本送不出去 挤得我们寝师呢 先带好了 终于跟组织联系上了 好 那好 那就把你知道的消息 跟我们说一说 好 先喝口水吧 好 把烧铐打开 大总 这个犯人非常狡猾 打开可能会有危险 打开 我听说郭先生想见我 南野 你说话算不算说 当然 大日本帝国的皇军 说话 向来算话 尤其是对于 像郭先生这样 愿意效忠大日本帝国的人 行 好 看来 郭先生这几天的海鲜 没白吃啊 你终于开悟了 只要你提供的消息准确 等我们剿灭抗连 活捉录莹好 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好 大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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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雷が捕摩到来 本当に 他を放开 若你找到这种药 他也没有价值 如果没有价值 就不会活着 知道了 队长 这事还没弄明白呢 你着急走干啥呀 有什么不明白的 老王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说啥了 那陆云豪到底是被鬼子抓了 还是逃跑了 坤子到底叛没叛变 这都没说呀 你去听到这些了 老王说的正事 你没听着啊 他那啥正事啊 那就是俩日本人掐起来了 我白听 所以你就上厕所去了 那老娘们扯老蛇的事 我白听 就在你上厕所的时候 老王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啥事啊 关东军司令部 不知道陆云豪逃遇了 因此要再派提审官 来审问陆云豪 这就是南野秀正 为什么要四处抓人的原因 他们需要抓到陆云豪 为自己开罪 不是 这啥意思啊 啥意思 南野秀正 会不择手段地 从坤子手中 套出陆云豪的消息 如果坤子忍受不了酷刑 一旦坤子叛变了 那我们的抗怜 是不是就不安全了呢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转移啊 哦 对对对 是鲲子 郭先生 到林子了 该怎么走 你就进了林子往东走 一直往东走就到了 队长 这不明显鲲子叛变了吗 现在还不好说 看看再说 不是能不能给我解开 有这么合作的吗 别着急 过了这条道就给你送吧 队长 这方向好像不对啊 这还用说吗 这肯定是鲲子 故意把他们给引开了 怎么不走了 前面就到了 我跟你说个事 说 你也知道抗怜的纪律 他们要是知道 我带你找他们来 那肯定得一枪打死我 给我拿个家伙防护身 你放心 把你的命交给我 我来保护 那可说不准 这一会儿打起来 谁顾得上谁呀 那你们连自己都管不了 谁管我呀 你是不相信我们 这也不是不相信你们 那陆英豪多厉害你们 又不是不知道 一枪一割 谁不怕的 少废话 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来吧 更好 反正死在你们手里 比死在我自己兄弟手里强 这要到了银桃地府 他们也不能说我是罕奸 别说话证 别动 让我当罕奸是吗 想多了吧 老子救他娘子死 今天为拉个垫背的 干嘛去 你不是说救昆子吗 你别这么冲动行不行 昆子这么做是不想 暴露我们的基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他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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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